钢子意外穿越到宗武世界董天宝身上 为了化解与张军宝的恩怨 开局直接斩杀刘邦公公 这一世我定要活得轰轰烈烈 现在一个不一样的董天宝 来了 天宝 如果你能打赢我 佛夏娄的事咱们一笔勾销 好 军宝你小心了 没想到数月不见 你的功力精进如此之快 军宝你不是我的对手的 输赢未分我们再来 好 不知不觉已经打了五十一招 张军宝被打的嘴角已经逆血 却还在坚持 军宝你认输吧 你过来啊 那妈的 谁给打了一乱船 赵林波约长 军宝 军宝你输了 天宝 咱们的恩怨自此化了 你日后有什么打算 我是不会加入朝廷的 我不是要你加入朝廷 我是问你以后想干什么 累了 想回家看看 董天宝是个狠人不假 但他不是一个无情的人 看着张军宝要离开 还是有些不舍 你要做个好官 否则 我会再回来的 张军宝并非孤儿 其父张涛乃是修为以达宗师之境的 江南陆林盟主 而他之所以会在少林四代这么多年 完全是因为他父亲 希望他锻炼好身体 以后为他们张家开支善业做准备 千户大人 我回来了 京城那边怎么样 有什么消息吗 属下带回来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不知道大人想听哪个 先说好的 别让坏消息影响我的心情 大人您的千户随时流公公疯的 但还未在利部备案 经过属下的一番打的 如今利部张师备案 大人就是死打死的锦衣卫千户了 这倒是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呢 镇守军不能让千户独军 必须是朝堂上的宦官 所以 不日就会有新的镇守太监前来此地监管军权 你可知道 这次来的监军太监是谁 听说是曹少卿 曹正纯的亲侄子 是啊大人 曹少卿跟在曹正纯身边数十年 如今被派来做镇守太监 大人您说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也不知 等他来了 咱们到时候见机行事即可 董天宝还不出来迎接本公公 属下董天宝拜见曹公公 天大地大我最大 以后落阳城 我曹少卿说的算 你可明白 属下自当为曹公公 安前马后 你们这群仅依偎 保护刘公公不大 若不是我东场正是用人之计 你们一个个都得陪葬 曹公公还请息怒 佛孝楼余孽 已被我全部杀了干净 以后再也没有佛孝楼了 你跟我进账 其他人退下去吧 董天宝 刘公公的财产可在你那里 啊 财产 什么财产 区区一个锦衣卫前护 你再不老实交代 信不信我杀了你 狠王辈狠狠羞辱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任务发布 击败曹少卿 成功奖励 一千利三师脑神丹 抽鸭的 别丢份 给你三个呼吸 不说就是死 曹公公 属下想起来了 刘公公确实有一笔银两 快说 藏哪里了 藏在 董天宝 我要亲手寡了你